毒素,是泛指对人体有不良影响的物质,由于孔气污染,水污染,噪音污染等寓意严重,使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极大的威胁。 高热量,高脂肪,高蛋白,高糖食品,快餐,方便食品,高温油炸食品的大量摄入,使人们饮食质量受到很大的威胁,被处方药物的耐用。 电磁辐射的危害,不健康的生活方式,再加上现代社会竞争激烈,生活节奏快,许多人常常熬夜加班,做些事件不合理的,严重影响人的身心健康。 所有这一切是使机体产生大量的毒素,是机子体内,还有一些人会为了自身的健康而吃一些补品或是营养品。 这本来没有什么,但如果摄入过量,那些没被人体及时吸收的剩余物质,就会转化成有毒物质。 危害人体,不仅达不到保健的目的,反而会影响身体的健康。 一般情况下,毒素在侵害人体后会出现头痛、乏力、面色无滑、食欲不振、搓疮、口臭、腹胀、便秘、皮肤无汪、肥胖、血糖膏、早衰等症状。 这些情况都是由于体内的毒素过多引起的。 所以,为了身心健康,我们必须要排毒,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排毒养颜。 那么怎么做才能把体内的毒素消除呢? 这是不少人最为关心的问题。 其实,生活中就有很多食物具有排毒功效,我们可以通过饮食的方式来排除体内的毒素。 虽然不能全部清除干净,但却能保证身体不发生到的健康问题。 下面介绍22种排毒的食物。 芹菜,根据研究表明,芹菜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,能促进胃肠蠕动,促进到便排出可降低血中胆固醇。 具有明显的降压降脂的作用,还有清热解度,净胃平干,化痰下气,沥水通淋,吃风沥湿, 正经降压,减肥降脂等作用。 它可以用来防止高血压,神经兴奋,头痛,头长,也适用于咳嗽多痰,病毒性肝炎,高质血症, 关心病,血管硬化,疮肿,腮腺炎等病症,并适用于妇女,眼睛不调,小便热色不利。 红豆也是一种不错的排毒食品,尝试红豆,能够增加肠胃的蠕动,减少人的便宜,会促进排尿。 如果每天早上喝一杯无糖的红豆糖水,晚上睡前吃一碗红豆糖水,能够有效促进一整天的排毒速度。 苦瓜富含维生4C的营养成分,能够激发人体免疫系统的防御功能,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, 优效清除体内有汗物质,中医专家认为,用苦瓜泡茶或榨汁来喝,排毒的功效也非常好,女人一定要排毒才有好气色,早排毒气色好起来。 你说是吗?上海清流促进血液循环,三血消肿的作用,能辅助缓解产后,与血腹痛。 酱血脂油菜是低脂肪,高膳食纤维蔬菜,有利于酱血脂。 可接种,单独,致便秘上海清负含的散食纤维,能促进肠胃蠕动。 可便秘,防止肠道疾病,强生间体上海清含有的胡萝卜素,维生素C和矿物质等,有助于增强机体免疫力。 保持血管弹性上海清中负含粗纤维,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案。 而雷生素能有效的减少血管中血脂胆固醇含量,有助于保持血管弹性,减少动脉周样硬化的形成。 提高势力上海清中负含是黄醇,多食用可以保护眼睛,提高势力。 防碍抗拿上海清中所含的植物激素,能吸附进入体内的致癌物质。 西红柿是一种茄果类蔬菜,它具有清热解度,凉水平干,腱胃消失,补顺利尿,降血压,折合等作用。 适用于口渴,补肝,高血压,血润,中暑,叶毛症,消化不良,牙炎出血等病症。 西红柿中所含的柠檬酸,苹果酸等有机酸能分解脂肪,可以促进消化。 所含的黄酮类等成分有显著的菌血,降压,利尿作用。 其中的骨光积碳物质还可以是体内的某些细胞,推使衰老,即使癌症的发病率下降。 因而,西红柿有抗衰老,抗癌的作用。 枇杷中所含的有机酸,可以刺激消化腺分泌,对增进食欲,帮助消化吸收,折合结束有相当的作用。 莫费止咳枇枇枇中含有苦性人带,而苦性人带能够闷备止咳、蛆痰,各种咳嗽,预防感冒枇杷果实基因,有抑制流感病毒作用。 常吃可以预防似是感冒,防止呕吐琵琶也卸着苦酱,下气酱米,维持呕之良品,可各种呕吐恶逆。 减肥琶琶富含出纤维级矿物元素,并且还含有维生素B和维生素C,是很有效的减转薄品。 美容普当含有多种维生素,可使皮肤健康润则。 菠菜具有抗衰老和增强精神活力的作用。 菠菜中所含的物质可以促进一线分泌胰岛素的功能,可以帮助消化,也可以用于糖尿病的辅助。 菠菜是用于贫血、变性、慢性便秘、小便补畅、高血压、肺结核等病症。 黑木耳的营养价值较高,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粗纤维,含含有维生素B1、维生素B2、胡萝卜素、盐酸等多种维生素和无基盐。 它是一道极佳的天然补血菜,因含血量极高,为各种食物含血量之冠,常吃黑木耳能养血猪炎,令人肌肤红润、容光焕发,并可防止缺铁性贫血。 黑木耳有排毒解毒、轻微低肠、凝血止血等功效。 黑木耳可预防脑血栓、老年痴呆、关心病。 黑木耳中的胶质可把残留在人体消化系统内的灰尘,杂质心腹集中起来排出体外,从而起到轻微低肠排毒的作用。 西兰花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膳食纤维、糖类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B1、维生素B3、维生素C、维生素E等,还富含多种矿物质。 西兰花含有丰富的抗坏血酸,能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,提高机体免疫力。 黄瓜具有清热解毒、力水出瘟、镇通、滑肠等作用。 适用于目视、黄胆、咽喉肿痛、热病反咳、热力突现、小边不利、肾炎水肿、肥胖、小额肌湿等病症。 黄瓜中含有相当多的甲盐。 具有加速新陈代谢,排泄体内多余盐粉的作用,要而常识能促进肌肉组织的生长发育。 成人常吃对保持肌肉弹性和防止血管硬化有一定的作用。 黄瓜中的细微纤维素还能够促进胃肠蠕动,加速体内毒素的排泄,并能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浓度。 黄瓜中还含有一种叫饼唇二酸的物质,它能抑制体内糖类物质转变为脂肪,不常使黄瓜有紧肥健美的功效。 白菜中所含丰富的粗纤维可以促进胃肠蠕动,减少分辨在体内存留的时间,使大便迅速通过结肠。 这样能够减少大便中各种致癌物质和肠凝膜的接触时间,同时还能吸食肠道中的各种毒素。 减轻致癌物质和毒素对肠黏膜的刺激强度。 多吃白菜,既可以预防喝便秘,又可以预防痔疮以及结肠癌。 鹿蒜的营养价值很高,除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蛋白之外,还有很多的氨基酸成分。 鹿蒜中的组织蛋白结门东西氨等成分,能够促使细胞正常生长,并对癌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。 鹿蒜中含有丰富的抗癌元素之王系,能阻止致癌物质或氧化物和自由基的形成,抑制致癌物的活力并加速解毒。 甚至使癌细胞发生逆转,刺激机体免疫功能,促进抗体的形成,提高对癌的抵抗力。 空间菜属于良性食物,其菜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、脸球菌等有异致作用。 可预防感染,其素含叶绿素可结齿帮取出口臭。 健美皮肤,堪称美容佳品,空间菜中素纤维很多,其素纤维的组成是纤维素、木质素和果胶等,可以很好的促进肠胃蠕动。 帮助排便,不仅预防便你还有助于减肥,而果胶有助于加速体内有毒物质排出体外,从而有助于排毒,给身体一个健康的内环境。 西瓜是夏季防鼠杰克的瓜果之一,西瓜的营养丰富,几乎含有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素。 它富含着糖、获糖、葡萄糖、维生素A、维生素B、维生素C以及多种有机酸、微量元素等。 具现代医学研究证明,常识适量的西瓜,可以降低血压和打固醇,促进新陈代谢,又软化及扩张血管的功能。 西瓜含水量大,利尿,可帮助身体排出毒素。 此外,西瓜皮还有美容功效,每晚用瓜皮轻轻摩擦面部5分钟,然后用水洗净,可以使皮肤白嫩爽洁。 如果怕胖,苹果是不错的选择,除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外,苹果所含的半乳糖全酸对排毒很有帮助,而其中的果胶则能避免食物在肠内腐化。 苹果在肠道分解出来的益酸,有利于胆固醇代谢。 苹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或糖、梅等,都有促进胆固醇代谢的作用。 由此可见,苹果对于胆固醇高的人,成得上是最理想的水果。 草莓的热量不高,而且又含有维生素C,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排毒水果。 草莓具有润肺脂壳,清热除烦,解毒消炎,养蓄益气,理肠通灵等作用。 适用于肺热咳嗽,消化不良,属硬反渴,其实平息,便逆,创接种毒等病症。 对于吸烟者或被冻吸烟的人来说,草莓中的有机酸,能有效地减轻烟草对人体的危害。 绿豆一人汤,绿豆可以清热解毒,力尿消肿,一人则可以健脾止血,轻生意气。 对于经常需要熬夜的工作者,或是心烦气躁,口干舌躁,便逆,长青春痘的人来说,除了多吃蔬菜水果与补充水分之外, 把绿豆一人汤当点心食用,对于消暑除烦非常有帮助。 水既是营养进入细胞的载体,又是体内废物和毒素,排出细胞和人体的运输者。 正是水的溶解特性,使它成为地球生命,极为独特和重要的元素之一。 同时也是身体健康的必需品,充分地摄取高质量的水,实现健康活力的,一个简单而又极为重要的因素。 燕内含有丰富的B组维生素核心,它们对糖类和脂肪类的代谢,只有调节作用,可以有效地降低人体中的胆固醇。 经常食用,可对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病,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。 另外,经常食用燕脉对糖尿病也有相当好的降糖、减肥的功效。 燕脉富含植物纤维,维生素B1、维生素B12等,很多老年人大病肝结,容易导致脑血管意外。 燕脉不仅能解便秘之忧,还可改善血液循环,缓解生活工作带来的压力。 其含有的钙、磷、链、铅等矿物质,也有预防骨质疏松等作用。 小米健脾和胃,补衣食笋,和中益肾,除热尖毒,其内含有多种对性有益的功能因子。 能装痒、姿炎、忧伤,具有防止消化不良及口角生疮,防止法外、呕吐、减轻皱纹、色疤、色素沉着的功效。 还具有自营养性的功能,可以使产妇虚寒的体质得到调养,帮助它们恢复体力。 小米中米康和胚癌部分含有丰富的B组维生素和维生素E,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,促进血液循环,还能帮助人们消除沮丧烦烦躁的情绪,使人充满活力。 此外,小米中甲、奶、鲜、铁、萌等微量元素含量较高,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贫血症,它还保留了大量膳食纤维,可促进肠道有益均增值,加速肠道蠕动、软化粪便,又助于排除肠毒。 预防便敏和肠癌,萨食纤维还能与胆质中胆固醇结合,促进胆固醇的排除,从而帮助高血脂症患者降低血脂。 腹吸食品,吸元素被称为抗癌之王,由于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吸,因此食物称为护取吸的主要来源,经称是含吸量高的食物,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。 有效防治癌症,心血管病,肝病,糖尿病,大骨结病等疾病发生,锡的解毒能力也比较强,锡与金属的结合力很强,能抵抗个对称,生殖性和中枢神经的毒害,锡与体内的拱、切、锡、鸵等重金属结合,形成金属锡蛋白复合而解毒、排毒。 常见的腹吸食品一般有大蒜、魔语、蘑菇、南瓜、黑花生等等,饮食的主要功能是给我们提供足够的营养,以保证健康最基本的需要。 食物可为生长提供原料,可以修复骨骼、肌肉和皮肤、头发、牙齿、指甲等身体各个部分。 如果食物的营养不充分,就无法满足身体的需要。 同样,能源或是也会产生许多问题,最重要的就是体内排泄器官的负担加重,进而引起各种身体不适应的状况。 为了保证饮食的健康,每天吃的食物就需要多氧化,您多吃固埋和豆制品,适当地补充维生素C和维生素E的抗氧化剂,消除体内的自由基,还要适当多喝水,尤其夏季,水对于保持健康非常重要。 肥肉和荤油尽量少吃,适当吃些瘦肉,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,少吃或尽量不吃加工食品,各种素食品和清凉的饮料,因为其中含有较多的防腐气和色素。 高山显贵愿意你在捍卫自己及家人健康的道路上携手并进,一路前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